第七课 天气情况 同学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东南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 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学习汉语 同学们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用汉语描述天气吧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 大家一定会和朋友聊起天气情况 你知道如何用汉语来表达和描述天气吗 上个星期 永强去哈尔滨旅行 回来之后 在教室和攀岳 洛洛 闲聊起了哈尔滨 南京和广州的天气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聊天吧 永强听说你上个星期去旅游了 对 我去哈尔滨看冰灯了 冰灯好看吗 好看记得 可是那儿的天气太冷了 比南京还冷吗 那儿的气温是多少度 零下二十度 比南京冷多了 我最怕冷了 我的家乡一年四季都很暖和 我的家在广州 也比南京暖和多了 南京的夏天很热 冬天很冷 是的 今天天气不太好 今天气温多少度 七度左右 但是周末天气很不错 我们有空一起玩吧 好啊 我先去双午后 可以啊 我们也想去 太冷了 我们走吧 同学们 听洛洛 潘月和永强 聊完了哈尔滨 南京和广州的天气 你知道怎样描述天气情况了吗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到了哪些词汇和语言点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 常用词汇的跟读与书写 上个星期 旅行 急了 可是 天气 气温 天气 温 温 零下 热 冷 温暖 暖和 夏天 冬天 冬天 二 专有词汇 下面的专有名词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哈尔滨 冰灯 冰灯 南京 玄武湖 广州 三 语言点的学习 在刚才的对话当中 出现了什么语言点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 我们用地点 时间 加 的气温 是多少度 来询问 气温 回答时 需要说出具体的气温度数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子 今天气温多少度 七度左右 但是周末天气很不错 我们有空一起玩吧 那儿的气温是多少度 零下二十度 比南京冷多了 第二 我们可以用笔字 来描述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别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个句子 哈尔滨比南京冷多了 我的家乡比南京暖和多了 今天比昨天暖和多了 比的意思是 then 用于比较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差别 比的前后分别是要比较的A和B两件事物 在事物B的后面使用形容词冷或者暖和 形容词的后面呢 应该添加程度词多了 来表示A比B的程度要高 好了同学们 从这三个句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我们想把两个事物做比较时 可以用A比B加形容词加多了这个句式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 四 练习部分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问 广州明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答 26度 问 南京明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答 南京明天三度 问 南京的天气和广州的天气相比呢 答 答 南京比广州冷多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广州比南京暖和多了 问 哈尔滨的气温是多少度 答 零下十九度 问 哈尔滨的天气与南京相比呢 答 哈尔滨比南京冷多了 五 课后练习与思考 同学们 你的家乡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试着用汉语和身边的同学来描述一下今天的天气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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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